游戏名称方片K最高法院内一群人上演的最公平的游戏 白发说着 哦 原来九头龙啊 你是方片K啊 真没想到你还会感兴趣海滨呢 此次游戏名为天平 规则如下 所有人从0到100选一个数字 取平均值之后乘以0.8 最接近这个答案的就是赢家了 除了赢家 其余人各扣一分 一旦扣满10分游戏结束 成活到最后一名的参赛者既为成功 并且每淘汰一名玩家就会加入一个新的规则 第一句游戏开始 33 40 29 30 32 平均值32.8 答案26.24 方便K为赢家 大家开始议论 如果都选一样的 比如40的话 那答案就是32了 都选30的答案就是24了 只会越来越小啊 可是这不就是猜别人出什么的游戏吗 猜到别人出啥 不就知道自己该出啥了吗 白发却说着 这是个逻辑游戏 这里面一切存在着逻辑 而输了的人 头上的天秤开始灌入了硫酸 输的人 硫酸交投 第二句开始 所有人开始尝试推测别人出了什么 明显啊 这次大家数值都小了不少 答案呢 13.26 甚至还是K 这次他又估计的更准确了吗 难道 要选择更小的吗 真这么容易吗 白发说着 他明白K想干啥了 是想要衡量生命的价值吧 K却说不 因为他曾经是个尽职的律师 但是服务的有钱人的企业 污染了环境 导致居民死亡 可裁罚说着 法律并不是保护弱者存在的 在这人吃人的社会 平等 公平 是行不通的呀 这些不正义的事情 就需要你这种律师 将它变为正义的 游戏又把思绪拉回了现实 0 1 0 0 100 答案16.16 这次女人获胜 带白发出的100 让大家大跌眼镜 选100可是必输的呀 但他就是想要搅和 接着他还赢了几把 怎么赢的 这破电视剧没说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后面他就还是选100或者1 你看这个女人高兴的 但这总要有淘汰的吧 这局K赢了 就有人淘汰了 以下还是两个 硫酸开始滴下来 痛苦折磨 皮肤烧焦的味道 在空气中弥漫 那么淘汰了人之后 就有新的规则加入了 规则一 现在只要有两个人 选择同样的数字 选择机会无效 相同的人各扣一分 规则二 有人精准地预测出来 正确答案 输家扣两分 结果大家都选了0 都扣了一分 可白发只剩一次机会了 女人赌白发会出100 结果白发出了23 并且预测出两人所有的选择 女人怒吼 你肯定是看我屏幕了呀 但白发却娓娓道来 这局生死局啊 你比我多一分的优势 你不打算找出正确答案 就是随便出 甚至读5跟K是一个数字 因此我推测你会有随机数 而后啊 你会觉得5和K会在1到50里面选 所以避开了 以免撞数自己又输 而90到100又太极端了 纯数字又太显眼了 带0的整数也一样 临时想要的数字啊 含538的又太常见了 所以啊 也去掉了 接下来的质数啊 也去掉 常见的联想数字 电脑版本X64 72小时 茶具品牌76 还有69 这个色色的数字 哦 只剩下62和74了 接下来啊 又是一个幸运二选一了 然后咱家白发就选中了呗 女人呢 也被刘山交头 说实话 这妹子想到这么深 咋是随便选的呢 反正呢 就是硬捧白发了 行了 不讲规则 说人话 就是01100这三个里面挑咯 选一样的 就会输点 行了白发呀 算出来了 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这下惨咯 开始嘴顿 老K呀 你为了追求公平啊 这是卯足权力啊 老K说着 你要是有一百万的疫苗 你会先给谁 这么尖锐啊 白发明白 K不是想要衡量生命的价值 你是不想决定生命价值吧 咋就这么绕呢 说人话 就是老K不明白 生命有什么差别 哪一种生命值得拯救 如何决定他想听听白发的 白发说着他会给孤儿或者贫困儿童 他知道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罢了 有钱呢 能使鬼推磨 也就能够轻松地夺走贫困儿童的生命 他曾经是个组织医生 见证过不少的生离死别 但经常有钱或者有关系的孩子总能插队先治疗 而自己啊 总被安排去给家属解释 延后治疗的事情 从此啊 他明白这就是工作 但也让他渐渐失去了内心 回口神来说着 看来老K也经历过类似的呀 对呀 企业不愿意承担环保责任 于是居民死了 这本就不公平 但自己啊 就是想要努力争取公平啊 行了 生命是否有价值吧 选择权在K手上了 这让他陷入了场考 回想起创立海滨 冒架说着 这个世界没了希望就真的完了呀 他被人救 似乎还想和白发在探讨下生命的重量 接下来的回合都让白发胜利 但两人都扣了9分 还剩最后一个回合 白发还是选100 老K该如何选择呢 当初啊 他知道萌萌花牺牲性命 担任女巫 萌萌花说着 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他想要证明 生命是宝贵的 人心是美丽的 女巫的身份死去 不是败给的规则 只是想证明 大家绝对不会自相残杀 所以为了这个理想而死去 于是老K顿武 其实啊 自己无法去改变 世界对生命的重量衡量 能决定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选下了数字0 这一刻他解脱了 不用去想决定生命价值的问题 只剩决定自己的人生态度 至少坚定自己的想法去死 也死而无憾了 我说孟宝 这是《弥留之谷》的阿里斯第二季 《方片K》阶段 第二季内作者更多地想表达生命的意义 这次《方片K》便提出来了问题 如果能救人 你选择救谁 富和帝国的富商 还是贫穷的儿童 生命的价值到底如何衡量 贫穷儿童救了还是会死 富商救了也许能用钱救其他人 那选富商吗 生命的价值真的靠这些抉择吗 白发也经历过医院的插队 有关系的就插队 没关系的也许就要看着自己的家人离去 这太真实了呀 可这就是现实世界不能避免的 他们想改变 但无法改变 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K在最后顿悟了 那就是自己的态度 自己的理想 自己想要坚持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理想 即使世界破烂不堪 只要自己坚守本心不同了和物 便是自己能决定的东西 那么如果是你们 你们怎么选呢 我的观众老爷们 接下来还剩黑条K和红星Q了 一人单挑整个世界的黑条K 和第一季最终的宣家者红星Q 又是如何的故事呢 点赞过两个 我马上更新 那拜拜哩